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冷冷的天里最适合来上一碗热腾腾的咸粥当早餐 这间开在台北万华超过30年的老牌咸粥店 每到用餐时间店里就人潮不断 招牌咸粥的汤底选用猪大骨熬煮 喝起来特别醇厚清甜 搭配猪肉丁和油葱酥 让整碗咸粥吃起来相当有古早味 而跟招牌咸粥最搭的是店家自制的红烧肉 酥炸出来的红烧肉 酥脆粥吃来为咸为甜 肉越嚼越香 令人回味 要什么 我要一份烧肉鸡卷 然后一个肉粥 还一份豆铁 海产粥 海产粥 好 OK 没问题 滚烫的咸粥冒着浓浓白烟 飘出阵阵的迷人油葱香 配上红烧肉 鸡卷等各式各样的炸物 90万华人早餐的限定美味 我来这边店是台北市三大咸粥有名之一 在这边吃了十多年 同版价就能吃到这样的东西 一张早餐来讲它算是蛮划算的 因为我其实是从北京来的 然后呢就非常想体验各种台湾地道的小吃 这家的咸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还有一些鸡卷 还有这个炸豆腐 都可以看得出其实老板是有用心在做 因为它的皮非常脆 但是内里是嫩的 我吃了很久了 差不多五年了 它东西满新鲜的 满澎湃的 飘香三十年的老牌咸粥 靠着浓浓古早味征服许多客人的味蕾 老板陈炳正说粥的汤头要够味 才能为咸粥上好鲜浓的底色 咸粥用的高汤的话 我们主要会选择猪的大骨 那个大骨来熬 那像我们的话早上大概天还没亮 四点多就会开始先准备一只熬汤 那熬汤以后至少要超过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以后它才会比较入味 看似平凡的咸粥味道却不简单 旋味也是关键 这个米所以要特别选过 必须要用那个旧的米来煮才有办法 因为新的米的话煮起来会太软 那个口感会不好 我们在煮的时候会加一些虾米 那把味道给提出来 那这样煮了起来才会是比较刚好 一掀开锅盖热气阴阴蒸腾 仔细拨松米粒 每一颗都粒粒饱满 正好煮成饭汤口感的咸粥 趁热上桌的招牌大骨汤咸粥 油葱的香气窜入笔腔 随手一咬如白玉般粒粒分明 又饱满的米粒Q软又嚼劲 如白色的高汤喝起来清甜顺口 搭配滋味咸香的猪肉丁 越吃越有味道 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感冒 所以我喝到这一口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发热 就那种从内到外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而且它虽然说叫咸粥 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咸 但是它又可以让我激发我的食欲的那种状态 承受客人喜爱的还有这碗清鲜海产粥 我们这边的话除了咸粥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 比较特别是它有一个海产粥或是海产面这一点 那这个口味煮起来会是跟咸粥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调味它会搭配一些海鲜 那海鲜它有一些鲜甜 里面有鹅仔 有蛤蟆还有蝦子 满载海鲜的海产粥清甜的汤头 喝上一口满满的好料随着粥汤一起入口 让人吃到大呼过瘾 海产粥有鹅仔 虾子 蛤蟆 汤头蛮新鲜的 它料又蛮多的 一碗就吃得很饱了 超人气的咸粥店从开店到打烊 人潮没停过 第二代的老板陈炳镇 曾在外商公司打停七年 因为不舍老味道消失 毅然决然放弃高薪工作 回家接受 我妈他们也是 我们越来越大 她年纪也越来越大 那后来就想想说 那看我们这一代我们要接 那没有要接可能 就没有办法让这间店继续下去 因为我本来是在外面上班 后来我们就讨论 想说如果像这个很稳定 那它的其实口味那些都是还蛮好的 那如果就这样把它给中断以后 其实会觉得很可惜 毕竟也是爸妈打听了一辈子的时间 所以我们才想说继续努力下去 不要让它失传 但坐惯办公室的她 一开始要改拿锅铲 哪有这么容易 刚来的时候其实适应的时间 也花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一开始就坐得 人家说都卡一卡的 都很不顺的 妈妈会说你这个不太行 妈妈会在旁边把关 对 所以还没到客人手上 我就已经被我妈给打枪了 这个炸太黑了 这个不行了 这个不够租存 这样真的不好不行 退回去重用 以前常发生这种事情 接下三十年的老招牌后 她想做的还有更多 为了吸引客人上门 她除了请练厨艺 更将小店重新装潢 从以前到现在这间店 也大概快三十年了 像之前有那种外面在下雨 我们里面在滴水 到后面就是比较 有些地方需要再重新整理 我们要好好想要把它继续发扬 继续再传承下去 那就把它重新整理 让给客人或是给我们大家 不管在这里工作 还有在这里吃的 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 什么都可以变 但妈妈尝下来的味道 可不能随意改变 大售好评的红烧肉 是陈炳正自己做的秋楼菜 肥瘦均匀的红烧肉 口感偏甜 肉质软嫩 肥肉不油腻 而且入口即化 配上一碗咸粥 尤其嫩口 它的烧肉吃起来 有点像日式烧肉的感觉 肥跟瘦比例恰到好处 搭配它的酱汁 再跟它的姜丝 配得吃起来刚刚好 胃很肥 但是它一般来讲 外面的红烧肉 它是会更厚 但它不会 可见就是事实上来讲 它没有太多的那个粉 经典的炸物 还有现点现炸的炸鸡卷 金红色豆皮 素耳不胶 厘头的猪肉 细嫩却扎实 清甜的洋葱和碧芹 最终带有蔬菜甜分 一口一颗卡滋香脆 超级爽脆 这个鸡卷就是内里非常扎实 它的料非常足 而且它的层次感很明显 因为它外皮是脆的 但是里面也有那种软软的 有点像淀粉质的东西 然后还有搭配上那个脆的马蹄 所以整个其实就是又清爽 然后也非常的很清脆的感觉 保留传统味道 要让传承两代的古早味 从路边摊到店面 都能吸引新旧操客 不断上门 陈炳镇扎扎实实 做好每一步 要把爸妈的手艺给 好好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